那我這個語法已經key上去 insert into 這地方我想 這個也還是稍微要替一下 這個也沒有更快速的方法 後面的話就是我們的資料表的名稱 然後呢再來就是我五個欄位的名稱 也要分別打上去 而且特別注意 不能打錯任何一個字 中間一定要加豆點 而且這個豆點呢 一定是要 半型的 你千萬不要打成全型 因為之前也有同學 很天才 居然用全型的豆點 就一直執行都出問題 我想說 一看就知道是豆點打錯了 OK 那再來的話後面 特別注意呢 values 不過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可能會發生問題的地方 就是說我故意把enter換行 可是呢 如果你enter的時候沒有先按一個空白鍵的話 這個地方沒有空白鍵表示value跟刮符是連在一起 如果這樣的話呢也不行 一定要空白 然後value 特別說這是一個規則 也是容易出問題 values 後面加一個空格 刮符之後呢 也是一樣 五個資料 上面有五個欄位 就一定要五個資料 你少一個都不行 少一個都不行 所以很容易出錯 OK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來試試看 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執行 你看到呢 您正要新增一列 表示你這個做沒有問題 OK按4的話呢 資料呢 就會怎麼樣呢 跑到資料表裡面去 一筆之後就新增進來 因為我剛剛已經新增一筆了 就會有第二筆出現 好那一樣的方法的話你可以再 把它修改一下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的那個 每月 償還金額跟利息 在assets裡面 沒辦法計算 因為我沒有寫一個 什麼樣的公式 讓他產生 所以還是要藉由什麼呢 我們這個地方 先計算 我把這個地方 超過去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 我會有 把這個 Excel裡面 超出來 結果 再填上去 OK 那另外 順便講一下 如果 用那個assets 有個好處 比如說 有同學怎麼樣呢 在這邊 做了一些